谈论大师的传记 我们要了解我们祖师的丰功伟绩 功德 然后心中就更加有归仰之情 那么略传就是简略的 因为一个历史久远文献有限 你要详细写吧 还没有资料 这个只是简单的来 再说古德都有甚深功德 那我们怎么赞叹都不够 那么现在有一位陈阳炯一个学者 他有三本书 就谈卵法师传 道处法师传 还有善导法师传 这三本都是不错的 应该在我们图书史里面也有 谈卵大师 大同燕门人 就山东戴县 在五台山的时候 去年我也专门去戴县走了一下 同时大家知道 另外一位大师 也是他在当地的 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有缘 就是慧远大师 他的老家跟谈卵大师的老家 几乎都是邻居邻村 非常近 在一个地方出两位 这么近的地方出两位净土宗的祖室 那不简单 谈卵大师 是大同燕门人 生于北魏孝文帝 成名元年 是公元476年 家境五台山 那我去的下来就从凡寺那边下去 就很近就能到了 几十公里吧 木器神极固 就是羡慕五台山的神迹 五台山是 不管在佛教 还是在道教当中 都是很神异的一座山 年未十五便发心出家 就是很年少的时候 不到十五岁 就 还是少年 谈卵大师发心出家的寺院 就是佛光寺 就是窦村的佛光寺 也在五台山下 神智高原三国之文 动小重镜 独步人外 他的神通智慧 高超 远达 神智就是他的智慧 非常神妙 那么一面神通呢 也许是有三国之文 三国呢 是魏国 还有两国 当时是南北朝时代 中国是南北啊 对立 北边是魏国 南边就是两国 那魏国后来呢 也被齐国所带 所以呢 就成为三国 这三国 就是当时 从中国的 整个境内 三国之文 就是全国都了解 都知道了他的大名 文气大名 动小重金 动是动彻 无至暗 通晓 林达 佛法 的 圣神经典 独步人外 他自己啊 超过一切人 没有人能够相比 特于四论 浓术菩萨 所著的 中论 百论 还有十二门论 再加上 这个大制度论 这四论 都是九母罗大师 所翻译的 对这四论呢 造之学 造诣甚深 所以你看 网生柱当中啊 经常会有四论 这样的文具和 表达法 后世 位置 四论宗的学者 中年以后 发心批注大吉经 中途染病 写到一半的时候呢 生病了 全且挺比 四出求医 身体不好 这个 佛法也很难 修习很难 这个 弘法了 弘化 所以他就出去 寻医了 行至秦灵 尚望清消 就是 到了秦灵啊 抬眼往天上一看 互见天门洞开 六欲皆位 上下重复 力然其毒 什么意思 往天上一看 这把天都看通了 这一看 天门洞开 这就是缘分 这大概是天界下来 还是 这是大菩萨 那我们看 怎么看 云的也看不通啊 还不要把天门看通了 天门洞开 天门洞开 就看什么 六欲皆位 就六欲天 六欲天分为六个层次 从下面到上面 一层一层一层的 都看得着 力上下重复 力然其毒 一层一层 看得很清楚 人在这种情况下 就特殊的经历 这是 潘朗大师 他就是很神妙 小的时候就神妙 舞台神迹 然后出家也不一样 那这 修行又不一样 他的经历跟他不一样 很神 顺目之间 就刹那之间啊 病乃随遇 病就好了 这是可能的 他就那 那好了 就继续吧 便于续筑大吉经 但是又想 积二思维 人命为翠 但兮无常 以先学长寿 不老术 使身体强健 方可长久注视 大红法 大红佛法 但人呐 太短了 这个命啊 我干脆学一个长生不老 这样呢 我注视 可以长久红化 红化 来访 前往 京宁 就南京啊 拜业 梁武帝 去拜访 陶红锦 也叫陶隐居 山中宰相 陶隐居 就是 一个是 南朝的皇帝 一个是南朝的隐士 称为山中宰相 求助先术 因为陶红锦啊 是很有名的一个修仙 修道的人 他也有医术啊 书留下来的 随上他求长生不老术 陶礼节之 陶红锦呢 非常 礼貌 就具足这个礼仪的 因为也非常的 佩服和敬仰 谈老大师 接待他 欣然于之先方十卷 这些道门呢 他一般东西不随便传的 欣然就是 很喜欢的 很高兴的 送出去 那就是看对机 对人呢 他都非常看重 这是代表很看重的意思 给他不是一卷两卷呢 先方十卷 他让大家带着回去好好修 归途啊 行至洛阳 遇到北天主 普利留之三藏 谈老大师问 哎 遇到三藏法师 要去求法了 然后呢 文法之后就跟他 问这一句 说哎 佛法中颇有 长生不死法 圣词徒 先经者乎 因为他所看到的佛法 都是讲 人命无常啊 人命尾碎啊 断息之间啊 呼吸之间啊 说那个要求无上决道呀 那你有没有说 这这时候谈老大师问的呢 还是按照世间的 哎 你们的世间那个常数啊 有没有这一套呢 来问 如果他问的好 问对了 留之吐地 锦约 呸 这就惊悟他 这是用这个动作 来惊悟他 就是说看不起的意思 死方何处又长生不死法 好歹吐的不是桃红锦 要吐桃红锦的话 这桃红锦不知道怎么办 桃红锦可能要学佛了 这个地方哪有长生不死法呢 当然不是说绝对没有 相对还是有的 种的少年 种种的常年 少时不死 纵然你修的仙身 这个几千岁 几万岁多少节 这也是少时间 在佛来看 这都是短命鬼 少时不死 种更轮回三有 到最后啊 还是要在三界当中 轮回的 上了天界还要下来 得到神仙术 神仙这个不老 你还要去轮回 复长生不死 五佛教是有之 真正说长生不死 无量寿 只有佛门当中才有 佛法才有 此界此方哪有呢 他所以他配了呀 你还说 倒过来说 说颇有长生不死法 圣此土先进者乎 还以为此土先进 还圣过佛法了 那普通刘之三藏 他怎么认同呢 所以他退 这么一说以后呢 即以净土金书授他 把净土的金书 先是先方授他识卷 这里呢 更好的庙宝拿出来 授给他 曰此大先方 一二行之 这是大先之方 那叫小先 这真正的长生不死 那是小不死 少是不死 你一二行之 常得泄脱 永离生死 则三界无复生 六道无复亡 迎戏消息 祸复成败 无得而至 你在三界当中啊 就有所谓的迎戏 像月亮满了 又亏了 这就是轮回境界嘛 你到了一个顶峰 就必然的会降落 升到天道 一定的会降下来 这叫迎戏消息 有祸复成败 这都是三界之内的事 这事 如果你按这个 我要告给你的方法来修习 那么迎戏消息 就是找不到你 祸复成败 都听都听不到 所以无复 无得而至 西非寿也 有节食焉 有和沙焉 这个讲寿命啊 那就有多少节来说 节食焉 这个大节啊 就是说有戒子节和磐石节嘛 叫节食 有和沙焉 就是恒和沙节 和沙之素有极 瘦量之素无穷 我们讲恒和沙宿啊 还是有素质 有中极的 这如果以我大先方来修到啊 寿命是无量无极 此物金仙式 佛为大绝金仙 不是一般的神仙 这长生之术也 唐人大师一文 豁然圣物 随神仙 并舍斯伦讲说 专进净土 十年五十三岁 把这个仙金啊 就一把火给烧了 啊 这个桃红锦听到之后 就可惜了呀 你把我心这么烧掉了 当然没有价值了呀 因为这个你是 少是不死呀 就代表他这种 呃 绝断的心智 啊 就不休了 我们觉得哎呀 那好可惜啊 给我就好了 你看这是 那给你的不是这个仙金 六字名号给你 大仙蛮 叫做阿切陀药 甘露丸 啊 不如光是仙金 甘露丸一粒给你 甘露就是不死药 甘露丸 这一颗 阿玛阿弥陀佛 因为仙金是外道 就焚了 四论讲说呢 是佛法真理用舍 舍四论讲说 他虽然是四论宗的这个大学者啊 宗师 但是呢 如果讲明文的话 那已经是明满天下了 可是呢 舍掉 通通舍了 专精净土 专心一门 啊 精修净土 这一年是五十三岁 那么前面这几段 第一段呢 是讲的一开始 这一大段 讲的台湾大师的身世啊 出身 接下来呢 说他求学的经历 那么这刚才我们讲 第三点呢 是他归心净土的因缘 遇到了菩提流之三藏 接下来呢 就说他的德化 道德教化 大师继承龙树菩萨一行品 及天津菩萨往生论的思想 造往生论著 自行化他流迷洪广 南朝梁国天子萧王 横向北里 称为了谭郎菩萨 魏朝的皇帝种植 浩为神卵 下次另住 并州大盐寺 大师晚年 宜住分州北山 石碧玄中寺 石碗戒山之音 巨图真业 今号阮公延 就是跟台湾大师 相关的几个寺院 丁州大盐寺 戒山 是一个地方 石碧玄中寺 是一个地方 阮公延是一个地方 巨图真业 这是巨 就是把图众 大家在一起 只要大师在的地方 很多信徒就来了 真业就是修行镇定之业 念当妈咪图佛 接下来说大师的往生 大师往生之年岁不祥 这是一道一个公案 并不确定 据道宣旭高僧传说 为东魏信河四年 公元542年 英纪足于平遥山寺 平遥是地名 平遥县 这也是跟大师有缘 那个地方 春秋六十有七 六十七岁 然 家财大师的净图论说 沙门谈卵法师 魏末高旗之初 犹在 魏就是北魏的 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西魏 魏朝的末年 到高旗 就齐国 齐国呢 年初还在 高旗就是北旗 而魏印山传一言呢 齐朝谈卵法师 日本的精细物语一言 齐之谈卵 这用这几本书来证明 他有几个字 道宣律师这个呢 他讲的时间晚 他虽然有缺缺年代 但是讲的是六十七岁 可是家财净土论 还有魏印山传 精细物语 都说齐朝的谈卵 可知大师呢 一直活到了北七年代 那么最有力的证明 是北七天保五年 公元554年 二月所立的有一个碑 叫做敬造太子相名 末尾列举院主之名 第十位是比丘僧谈卵 也就是说谈卵呢 是院主之一 于天保五年参与敬造 世家太子相 于此名之 谈卵大师 于北七天保五年之间还活着 如果以这个年算呢 瘦七十八岁 至于之后再活几年 尚不明确 那我想啊 这个是完全可能 因为谈卵大师他比较神妙 他自己也有一个 谈卵法师夫妻法 他对调生夫妻 对医学非常的通达 在道门当中也非常有名的 而且他也建议了陶宏锦 他自己呢 也有那个先家的 这个神采和他的精力 上旺倾销 利于天位 忽然歧毒 其病顺目之间 其病就病来痊愈 所以这样的一个神妙经历的人 那活六十七岁 好像我们觉得有点 有点太短了哈 应该至少活八十几岁 不要活两百岁 八十几岁那是小case一桩 七十八岁再活两岁就八十岁了呀 不过古代呢 因为生活条件比较差 虽然说我们人寿能够活一百岁 活一百二岁 这是天命之年 但是多数没活到 干乱啊 这个条件差啊 饮食啊 饥荒啊 所以人都命都不长 唐朗大师往生至殊胜状况 这往生的连线 往生的相状什么样呢 据净土论言 临终前夕 龙树菩萨现身来告契约 龙树菩萨的现身 跟告他的七线 五龙树也 所居净土 一如同志 故来相告 我是龙树 我居在安乐净土 因为你跟我 心心相应 同意志向 所以我来 告诉你 台湾大师约 何以教我 那你教我什么呢 龙树菩萨就说了一个记子 以落之夜不可更复之 未复之复 不可苍中求 白居过西 不可站住 以去者不可返 未来者不可追 现在今何在 白居难可回 所以不见 这段话呢 有点悬 文词很优美 到底说什么呢 底下说 台湾大师 妙达言止 知识告终 台湾大师 一听到 他就明白了 这是龙树菩萨 告诉我 时间到了 要往生了 我们怎么没看出来 没有妙达言止 他说什么呢 以落之夜不可更复之 就是说 这个树叶 从树上掉到地上来以后 你还能够再挂到树上去吗 这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 这夜要落了 这是一个 这菩萨来说话都说的 对吧 不过像我们来讲 菩萨对我们不会讲这些了 因为你脑那么笨 讲那么多也听不懂 搞糊涂了 明天12点尿死了 这说明白 那我知道了 未速之速 不可仓中求 你还没有收到 没有收回到 没有收到家里面的 这个米谷 你到仓里面哪找着呢 就说菩提果要到净土去 那这个地方还没有收着呢 这是第二句 这我这么理解 也可能我搞错了 白居过系不可站住 这样无常很快 时间啊 时光刹那之间 以去者不可返 未来者不可追 以去者就已经过了78岁了 还是80多岁了 不可能再返回来 跟敌句一样 未来者 没有来的 你也强求不到 第二句是一样的 现在 在京和在白居难可回 就来了 这时候太阳大师呢 沐浴更衣 穿上新衣服 自植香炉 香点燃好 然后端上 正坐 正向西坐 向了西方 教界大众言 跟大众做最后的告别言辞 地狱诸苦不可不惧 无量节轮回 这个多在地狱当中 要害怕 要警觉 西方净土不可不惧 即使世界有无量快乐 就近成佛 这样的大利益 不可以不心求 随于大众 向西同音 高深念佛而往生 僧俗皆见 繁花应愿 多闻异乡天悦 所有出家在家都看见 天花 闯返宝盖 天花来迎接大师 在院子里边 天空都看了着 还有很多人都听闻到 有异乡和天悦的声音 见的人大家都见着了 闻的人 大多数 但不全部 这是善根各有深浅 缘分各有不同 这是我们唐浪大师 往生的瑞相 接下来 这一大段是说 唐浪大师的疑德 他往生之后 对我们的恩德 留置三藏 受于唐浪大师的 金土竞典就为合金 这也是一个公案 他说受于净土的金法 倒是什么经典呢 唐代的道宣律师 说是观金 临桃的云熙大师 就是莲子大师 说是阿弥陀经 日本的法灵法师 说是无量寿经 而东大寺传承之三论系谱 为之净土论 这说就四个答案 各说不同 颇难认定 然而考察 历代三藏法师 他都是翻译 与己有缘的经论 而且一句这个经论 作为弘扬的一句 那么如果从这眼来看 那么菩提流知三藏 翻译的是净土论 也就是往生论 而又从唐代的大师 所传往生论著来考察 因为唐代的大师 刚好也写了往生论著 这么也来考察的话 那么从上到下 上就菩提流知三藏 他翻译了往生论 一般的翻译译师 都是跟自己翻译的经典 我来教导大家 所以他给唐代大师的 按照道理来推论 应该往生论的可能性比较大 何况唐代大师本身 也是专门写了往生论著 那么我们可以推断 他在菩提流知三藏的地方 听闻到了往生论的要义 然后有这个传承 所以他给往生论下注 这样就有这个师臣的关系 则流知三藏所受佛典 恐非净土三不经 而正是天清菩萨的往生论 这是关于这一部传承的典故和公案 大师所做的著作 使自大吉经事 这个没做完 并给予医术和道教之书 让此等书记皆失传 唯有净土教理之书 三部流传于世 一是往生论著 两卷 二是赞阿弥陀佛纪一卷 三是略论安乐净土一一卷 其中第三支略论安乐净土一一书 是否是唐代大师的真传 疑点颇多 故后来制净土大德甚少引用 那我们也没有照明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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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